YO 大家好 又是我們Chili Rangers 很久不見了 今天我約了家樂 去旺角吃好東西 我已經看到他在前面 所以我現在就去舉手 喂 喂 怎麼了 你在做什麼 沒有 正在煲劇 煲什麼 沒有 隨便煲之前的韓劇 為什麼煲韓劇這麼搞笑 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吃韓國食 很想吃韓國食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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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去韓國食 去片 我們這麼快就回來了 看到你們了 我們已經到了這間店 我們這裡分了三個 就有醃菜 泡菜 豆花 還有一些韓國的熟食 還有一些凍肉 就會有凍肉桂 還有很多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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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炭菜 還有一些辣椒粉 還有一些辣醬 我們不如去吃飯吧 走吧 走吧 Let's go Woo 剛剛說的店裡的三個部分 其實是三個韓國食品的品牌 一進去後 感覺有點像吉之島 不過是韓式 除了剛剛說的三大類食物之外 還有韓式醬料 還有麵 還有很棒的氣炸食物 不過還是留下一次才試 好餓 快點買完就快點離開 太好了 我吃東西了 我明白 今天我很想介紹 我的Jazz Book 特地用 今天為了Chili Red 我做了指甲 今天我一生 Chili Orange 因為我代表了Chili Red 今天又來不了 所以紅混黃變橙 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 其實我想試一下豬大腸 好嗎 好啊 我平時只吃街邊的 因為這個豬大腸 它是可以釘的 又可以釘出來 有點像釘釘的 味道辣辣的 我好喜歡吃豬大腸 看看好吃 還沒吃之前 聞起來有很明顯的豬大腸味 如果有人不喜歡吃 會覺得有點臭 但吃過分又... 嘩很辣 我覺得比較硬 好像咬的都沒有咬到 好像咬到青瓜 我猜你們兩個應該有辣 應該那些... 小菜 剛才那種辣 是平時韓式辣醬那種辣 不過就沒什麼甜 很有燒烤那種 即是韓燒那種 對 那種辣味 不辣 好吃 開心 爽的 但它有點酸 為什麼呢 我個人吃酸的 可能有辣醋 我試試這個 先給一條 我怕你們打算受不了 謝謝 很硬 這個辣是有一點甜味的 那種甜 就是韓式的甜辣醬 我覺得是甜的 辣炒年糕 對 辣炒年糕 看我的樣子不是很辣 看我的樣子不是很辣 先聞一下 很想喝 是沒有辣味的 沒有辣味的 我就快了 韓國吃是真的 辣炒年糕是真的很辣 但是那個年糕算好吃 我覺得它不是太硬 它比較適合香港 有點硬直中 我覺得 我決定要用冰法 就是用飯來解辣 有你 有你 我的絕招 我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是背飯 是不是辣豬肉那個 不是 這個是辣魷 辣魷 辣魷 可能是太辣味 你嚇到沒有吃 要保持吃辣的 真的 好吃 但是 大腸是辣的 吃辣魷 其實我今天叫的 全部有辣字 你都叫了 是辣字 對 其實 真正辣 喜歡大腸辣 我不是說我自己做的 都不辣 反而是丁的 反而是吃辣 其實這間的食物很少 對 我覺得偏貴了一點 我試試一下 這個 這個卷 很厲害 第一次吃韓式 很多年前 沒有幾年前 第一次吃韓式 這個卷 我發現韓國食物有壽司 我經常看的 反應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韓國都吃人心雞 還有什麼 烤肉 烤肉 這個 卷 是不辣的 這個 其實這個 我發過雜誌 我都說了 因為香港實在 口味不太好 不太好 唯一一遍聽到 是三桶 我要收回 剛才那個 我很累 我真的被租了一輩子 我覺得很漂亮 它的蛋絲 真的 是一條條 它不是一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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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明白我的意思 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對 我覺得最厲害 是豬大腸第二次 就是Muchel 對 也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菜脯 韓國的菜脯 韓國的菜脯 不要這樣說 韓國人也可以 其實Kimchi 也是韓國人的菜脯 對 對 我們打個分 我們五分滿分 即是配合味道 價錢 整餐 還是辣 你覺得辣和味道是一樣的 對 其他一樣 都是 味道 價錢 味道 口感 等等 我也沒有給三點分 其實韓國的味道 都是 我沒有給三分 其實我覺得普遍都OK 而且我都很喜歡韓國的 但我覺得它 價錢算是比較貴 所以 先拉好 然後 再便宜一點 對 我也是三分 可能因為我不能吃辣 哈哈 哈哈 我告訴你 你的雞皮 是OK的 都很符合 這個香港人口味 我會給2.5 因為在場的 很少肉的食物 我是不吃菜 即是韓國有很多菜 肉 都不是我好味肉 就是牛肉 牛肉 膽膽肉 對 很貴 韓國人口也要吃肉 所以要慶祝才會吃肉 這樣 還有辣 我本身不太喜歡吃泡菜 哦 很多韓國人都不太好 對 你說燒肉 那些就OK 但是 我叫這些 我沒有太喜歡 所以相對我比較差 而且 之前我去韓國 所以 我看到價錢 真的好像 在韓國吃東西 物價是比香港貴一點 嗯 嘩 哇 我們已經清了桌面上的東西了 很飽 看不出 以為會不夠吃 因為我們今天 其實我們買外賣回來 我們又不能去 關心一下小店 和我們聊聊天 不如我們今天就說一下 我們各人在不同的國家 或者在香港 在餐廳裡 經歷過什麼特別的時辰 我覺得香港 一向都是 我普遍來說 是深刻一些 是一些 不好的服務大陸 都好 香港的話都很深刻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 一向都有很多 是台式飲品的店 那樣 經過一間 行街經過一間新的店 就進去試 那他令我很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他 說了一句話 但是那個人是說 今天你想喝些什麼 就是他用了一個 今天你想喝些什麼 我突然覺得很親切 好像朋友 好像你經常去的 就說今天你喝什麼 就是那種的感覺 而同時都會令我想起 去台灣旅行 我也很喜歡台灣的 其中一件事很欣賞 就是服務態度 特別餐飲 他真的非常有禮貌 非常鞠躬 非常恩勤 而且很耐心 明明很多人排隊 就是逐個逐個跟你介紹 那間店有什麼食物 當然不是太多類型的 可能有幾個主打 那你會覺得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欣賞 香港是少見一點的 通常你自己看 所以你就會覺得 那一刻是香港有這樣 就不好了 我自己都挺喜歡台灣 因為也是台灣 我都挺喜歡台灣 因為那次是橫島 很棒 是很多店舖 看到我們拿著單車 是送食物給我們吃的 是很多店舖 會覺得 你們要加油 很厲害 玩到 我們會覺得 很被激勵 因為吃東西 都可以有些被鼓勵 你有沒有人有做過餐飲業 即是Hat Time 或者以前有做過 我沒有跳過 我也沒有 我有 為什麼 有什麼心酸 有什麼心酸 那些客人是不是很難教 那些客人 我當時是大專的時候 因為要回 Intern 所以我就回過 那些客人 在哪種餐廳 西餐 都是算Find Dining 好像高檔一點 Find Dining 貴一點 我不會給錢特意去吃 其實那些客人都挺好人 他們又不會刻意去催 不過我覺得最煩的是 你要跟廚房 或者跟樓面的人打好關係 這才是最煩 我是一個過內人 其實我也挺喜歡跟客人互動 如果他落單 我覺得輕鬆 他會跟你聊聊 或者玩笑 可能搞笑 即是可以不只是很快地說完就算了 而是你真的很有禮貌 可以跟他說麻煩 通常我會這樣做 我經常是十幾天吃東西 我就會有那個幫助 我會說 可以當你塗幾個 不如舉手 對 等大姐更容易落 去餐廳 而且我都會舒服很多 你又說得舒服 我又聽得舒服 大家就會融洽 而且我始終都是一個人的互動 即是雙向的 其實你的客人可能的態度好些 那你做服務的人可能都會舒服些 可能香港也有一個台灣親切感的人 要不是只是貼士 我沒有想唱那個 那個 Led every smile 文字長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的朋友 OK OK的 所以在這個疫情底下 其實飲食業都真的有很大影響 所以我們無論你是員工 員工 或是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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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努力 We make a difference YES YES 看完這條影片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Like Share 和Comment YEAH BYE 下次等疫情再好 我們就出去吃東西 去關心人 YEAH YEAH 下次見 BYE BYE